请问老师 关于三位一体的一些讲道比喻当中 有很多人愿意用水 鸡蛋这类的物质来做比喻 合适吗 三位一体是关乎上帝自己 他的本质 或者说上帝自己的存在的样式 形态 关乎神自己的属性和特征的 任何被造物里面都不足以清楚表达 神的那个丰盛 神的那个深奥 无法完全透过被造物去全面的去 也就是说 神的无限不可能被有限所包含 我们一般比喻的时候 我们说到比喻某一个点 对不对 没有一个比喻可以把三位一体完全表现清楚 比如说我们说用水 三种状态 它的本质都是H2O 对不对 但是无论是固态的水冰还是气态的水 液态的水还是气态的水 你发现这三种 虽然它们的本质是异 但是它们之间还是有区分的 气和冰和水之间 它们明显的是割裂的 而且三种是同时在一个处境当中 是没有办法同时存在的 一般的情况下又有固态又有气态又有液态 大家液态它有它的基本的零度以上 气态至少什么99度100度以上 然后固态那就得零下几度了 对不对 同时满足这种条件 共存的是自然现象当中是不存在的 在我们常识当中不存在的 虽然说明了一 也说明了三 三都是一 但是却无法说到 说明到三位一体之间 像耶稣受洗的时候 天上有声音说 圣灵仿佛鸽子降下来 耶稣在水里上来祷告的时候 同一时间 在同一个甚至一个空间里面 三一上帝同时做工这种情况下 表达不出来 鸡蛋更不同了 为什么鸡蛋蛋清蛋黄或者是蛋壳 它们物质本身就不同 它们不具有同的本质 虽然鸡蛋一个个体 里面三个不同的层面而已 三个不同的部分 这样比喻就更加异端了 三一上帝不是由三个部分构成的 一部分是由蛋黄 假如说圣子 蛋清圣灵 什么蛋壳是圣父 那就把三一上帝割裂了 不仅它们之间本质上不同 而且又变成不同的部分了 虽然强调了一和不同 但是三和本质等等都扭曲了 所以这个比喻更危险 因此就是没有一个比喻 你可以完全地把三一上帝完整地清楚地表述出来 与其用比喻 还不如用较理性的这种告白性的阐述去描述 完全搞懂是不可能的 你说我就不明白三位一体 对不明白就对了 但是你要知道三位一体不是什么 是什么 同一个本质 不是三位上帝 是三而一 一而三 虽然是三 但是不是三个上帝 是一旦又有三个不同的位格 它们之间有共同的本质 同尊同荣等等 那些信仰告白 那些阐述就规范我们 至少大概给我们画了一个饼 大概给我们勾勒出来上帝的特征是什么 但是你完全详细地给他画一个肖像 像照相呀 完全把上帝的那个具体的汗毛孔 什么都表现出来 是不可能的 所以比喻他有的有限性 上帝的无限 你无法用地上神所创造的有限的悲造物 去类比上帝 某一个点可能是能表明上帝的某一个特别特定的特征 但是无法整全 所以讲比喻可以用 但是你一定要强调这个比喻里面弊病什么 避免误导信徒陷入到这个什么形态论 什么异端的里面 要么就是神体一位论 要么就三神论 要么就是什么形态论等等 对吗